后妈每天都把硬币塞进饭团 然后亲手交给去上学的女儿 到了晚上放学后 后妈发现便当盒吃得干干净净 女儿却活蹦乱跳的 不信邪的她 再次把冰箱贴包进饭团 第二天饭盒再次吃得干干净净 女人便去问女儿 得到女儿肯定的答复后 女人却狠狠地揪了一把头发 她独自一人来到公园 推开一旁的母亲 将秋千上的女孩越推越高 母亲赶紧上前阻止 带着女儿急忙离开了公园 随后女人魂不守舍地来到了铁路旁 然后倒在了铁轨上 女人叫小美 这天她路过铁路时 发现铁轨上正躺的一个男人 眼看火车就要驶来 她赶紧就下了这个门 后来才发现男人不是自我了断 而是喝醉酒才倒在那里 为了报答小美的救命之恩 男人不仅带小美吃好吃的 还给她买昂贵的衣服鞋子 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直到小美来到她家 这才发现男人是个亿万富翁 而且她还有一个女儿小光 小美和小光相处融洽 而且小光也十分的乖巧 这天小光生日 小美送给她自己亲手做的笔带 小光十分的喜欢 而男人趁机对小美求婚 小美没有拒绝答应了下来 两人很快举行了婚礼 本以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可这天女儿的班主任找到了她 同学们都在吃午饭 而这个小女孩却突然大哭起来 说自己的后妈没有给自己准备便当 等小美去接小光放学时 班主任特意找到她询问 可小美很疑惑 自己明明每天都给小光准备便当 而且小光带回来的便当盒 每天都是吃的一干二净 小美本想回家问小光 可回头就忘记了此事 晚上小美为小光吃饭时 男人突然拦住了她 说小光对海鲜过敏 小美赶紧对小光道歉 自己以后一定注意 可就在小美洗碗时 她突然想起自己每天的便当里 都有海鲜放进去 小美赶紧问小光有没有过敏 可小光却说没事 这天小光在画画时 小美发现自己送给她的笔带不见了 她便问小光笔带哪去了 小光说是被同学抢走了 小美原本并不在意 以为只是同学的打闹而已 她跟男人提了一嘴 没想到男人大发雷霆 第二天她就找到校长调查此事 晚上男同学的家长就登门道歉了 可男同学一口咬定不是自己偷的 事后小美还向丈夫抱怨 男孩子从小就会撒谎 可没过多久家里的马桶堵住了 修理师傅从马桶里掏出了一个笔带 正是自己送给小光的 小美这才意识到 自己这个女儿并不简单 她想起班主任对自己说的便当的事情 小美故意将硬币塞进饭团 到了晚上便当全部吃光 小光还夸便当做得好吃 可让小美没想到的是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小女孩要去参加一场葬礼 可她偏偏要穿一双红色鞋子 在场人对着两人指指点点 小美有苦说不出 只因为自己只是女孩的后妈 葬礼结束后 小美对小光说不要伤心 可小光却说 这让小美背后发凉 这天小美正翻看着丈夫的画册 她被画册的画像吓了一条 不小心打碎了丈夫最喜欢的雕塑 小光在一旁大呼小叫幸灾乐火 情急之下 小美赶紧向她道歉 让她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爸爸 可小光转头就告诉了男人 男人很生气 大声呵斥小美不会当母亲 小美被她深深地伤到了 她转身就离开了这个家 来到了遇见男人的那条铁路 然后躺在了铁轨之上 幸好男人及时赶到就吓了她 从这天起 小美就融入了这个家庭 这天小光哭着跑回了家 说自己被同学欺负抢走了鞋子 两人一听立即去学校 准备为女儿讨回公道 这次小美愤怒地要求 惩罚欺负女儿的人 而就在这时 小男孩冲到办公室 说是小光将女同学推下楼 回到家的两人想问问女儿 而小光愤怒大喊他们不相信她 到了晚上 玻璃上被人写满了杀人犯的字样 还时不时有人丢石头进来 小美知道此事必须尽快解决 她看见了学校接种疫苗的通知单 立即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第二天两人打扮成医生来到学校 为学校的学生打疫苗 直到打完一脸盘的针管 所有的学生都倒在了地上 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在教室里上课 小美觉得自己成为了合格的母亲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味的溺爱而民 只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